我们就来到一个 Ice Castle的一个冰城堡里面 对皮 这里的皮 我们看到极光了 我们就遇到了芬南了 一站我们来到了圣诞老人川 然后呢我们就坐那个巡武 我们买了400米的票 所以现在出发吧 各位 各位 这里有很多纪念品 卖很多圣诞的东西 喔小还要 可能要滑cre 我们来到Santa Claus的Main Post Office 听说这里有特别多的明信片 还有更多的选择 寄一张明信片回去 我们来到Santa Claus的街 这里真的好冷啊 餐厅是15度啊 现在我们回到酒店了 今天是我们跟这个旅行团的第四天 那我们早上去了那个圣诞老人餐 下午呢就回到酒店 然后吃了一个很好吃的晚餐 就准备洗澡 然后呢就是明天的行程 今天还有很多好玩的 但是我们会早上带在云南 之后下午就会去回去瑞典 So yeah, see you tomorrow's walk 好玩哦 然后这个尝试 就这么准备吃 我再试下 我们我的相似 我们要去买 mesure 然后我们去买ona 现在我们去买了 我们去买וא 我们去买 اور买 让人吃买寨 好了 我要去买 好吃 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一个Ice Castle的一个冰城堡里面 在看里面的一些雕塑 在那个冰Castle的那里吃了一个午餐 还好吧就没有之前的那么好吃 前几天的那么好吃 但是还是比较chill的一天 就是我们可以去一下那个church 然后走在街道上来看一下 好美的雪景 就see it as a bit chill day 那是我们在这里 在芬兰最后一个早上 然后我们就会回瑞典了 So just take a look up the view guys 很厚的积雪 这里的雪 好厚好深啊 好漂亮的一个church 粉红色啊 都是雪景啊 你看 真是雪很柔軟 可能天气冷吧 街上就是没有什么人 车也很稀疏 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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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点的donut 买了一些上文字 那点的火腿汁是上文字 我们来到最后一碗的酒店 城市的酒店好像不一样 今天是圣诞节 我们的圣诞节正日 那因为我们的行程的问题呢 所以我们的圣诞晚餐是在那个 瑞典的麦当劳 就是经过一家麦当劳 大家都去买了 那些汉堡吃啊 薯条 然后呢有些人就去一个便利店 买了一些上文字吃 I mean这个旅行团 No comment 那但是我们回到这个酒店 是我们最后一碗的酒店 还挺好看的 这里有一个sana 到11点 那现在是大概8点 我们现在就换一下衣服 然后去那个sana 又来其他朋友一起去 so yeah see you in the vlog 明天我们大概10点半就要上车 然后去机场 然后就结束这个3点和芬兰的行程了 last day here hopefully spend a really great night here yeah 但是我们回来这里8点的时候 所有店都关了 所以我想买一个喉咙疼的药都没有 but I mean 这个是欧洲的地方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吧 yeah let's go to sauna 这个是我们酒店门外的风景 Hello大家今天是我们在瑞典的第5天 刚刚我们就吃了酒店的早餐 就是一些火腿啊 就是在瑞典每天都吃的那些 然后呢 现在我们就准备去买一点那个纪念品 因为我始终是快结束了这个旅程 所以我们就跟朋友一起去买一点那个纪念品 大概10点半的时候呢 现在是10点 10点半的时候我们就要上车 然后准备去机场回去了 so yeah see you in the vlog 我会再拍一点就是街景啊 在瑞典的一些风景啊雪景 so yeah talk to you soon 纪念品店 瑞典最多的就是什么吗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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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太大 哇 好看 好看 太帅了 好看 PINK ORNAMENT PINK ORNAMENT 又是粉色 挂在生蛋树上了 生日气球 金色Theme的生日Party 粉色生日Party 哪里是 Krystal 红色 Besically,Amazon Stationery Decoration section Halloween section 把气球这样自己捨 挑糖果一样 不是吧 mini cookie 有吃吗 什么都有啊,这里 这种泥都有 啊,这个散粉 看这个 So cute 这个只有这没有吧 这个可以耶 这个可以耶 这个好特别 喂 喂 喂 物色情像呢 机床 啊,我们车好 这个好漂亮哦 这个好漂亮哦 这里的糖果店好漂亮 看这个 哇哦 嗯 我们来到这边瑞典超市 你看一下右边到左边全部都是糖果 这里的人真的好爱吃糖果真的 我们在co-op这个商场买了一些就是喉咙疼感冒的一些药 这个是可以感冒吃的 然后呢试了买这两个饮料超级好喝 各位真的瑞典真的有问题 他所有东西都很好吃 但是呢他喝的也很好喝啊各位 Stockham窗外的景色 哈喽大家今天是我们这个旅行的最后一天 那待会我就会吃一个breakfast 就是酒店的breakfast 然后就打包行李 在瑞典再待一天 我们今天会去old city a really famous place in Sweden and then我们就会看一下有没有LV shop 朋友说想在那里逛一下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就会去那个city hall in Stockholm 听说很有名很漂亮 也有一个很有名的museum that we can visit 如果有时间就可以去看一下 呀今天没有很冷 因为始终这里是瑞典的市中心 就没有在瑞典的北方和芬兰的北方那么的冷 so yeah let's get ready and then go out see you in the vlog 最后一天的晚餐section 最后一天的晚餐section a little something like You a little something like you a little something like you u a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